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 姐妹淘的網友大家好 我是賈金文 最近在忙的就是 寒蟬效應的宣傳 這個戲裡面我是演一個律師 然後最最讓我辛苦 跟這個角色很折磨的地方 是因為我要替我自己的先生打官司 我覺得那個心理上的一些折磨 跟他必須要放棄他的理想 甚至要捍衛他的家庭 而去做一些選擇的時候 我個人認為女人很偉大 全世界只要男人出了事情 身邊緊握著他雙手的一定是他太太 不管他先做了什麼事 他要站出來說 我永遠支持這個家 我支持你 這個是你會看到 全世界所有的男人身邊 最偉大的女性角色都是這樣 你對下一段感情有什麼想法嗎 應該是說 如果當愛再來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東西我一定會去享受 因為對我來講 愛這種東西是需要每一分每一秒 去堆積出來的厚度 那個才是愛 所以我相信還是很期待跟很珍惜 現在的你會是勇敢追愛的人 還是愛自己多一點的人 喔 愛自己多一點 我現在很愛我自己喔 我現在都會做很多 我以前可能都覺得 我愛我女兒還小 然後我都沒有時間去做的事情 比如說我會去運動 我會把運動所有的 就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事情 放在我生活當中 在我女兒上課的時間 跟我工作空余的時間 以前都不會以前就是 滿腦子就是想到 怎麼幫他安排怎麼樣 但現在真的是比較 會為自己而去打算 你最近做了什麼 想試嗎 我最近就是想要在11月份 挑戰那個半馬的馬拉松 但是現在還在努力訓練當中 那因為我們的網友很多都是 快滿30或30歲 那你們建議他們 要勇敢的愛自己 我覺得女性真的是屬於一個 很感性很感性 然後甚至會為了對方 真的愛到是會做一切的事情的人 但當你一定要想 就是說 當你的原始的你 他愛的那個你 你因為他而去改變而犧牲 我覺得那個他就不會再愛你了 所以當然要把自己先顧好 我所謂自己顧好 不是說什麼打扮啦怎麼樣 而是說你的心態上面 千萬不要把所有的重心 丟在一個人身上 而去得失心太重 就是說我都為你犧牲這麼多了 那因為上一部作品 就是電影作品 好像比時間隔了滿久 嗯 那就是現在在拍一定的感情 大概是什麼 應該是說 過程很辛苦 我覺得那個辛苦不是拍片的環境啊 吃不好吃都不是 而是那個角色給予我的那個 生命的重度太重 所以反而都會太刻意跟身邊的朋友 大家都是就是沒有太多的互動 因為尤其是彩節也是 就是明明其實大家都很想聊天 可是因為進入到了一個拍攝的環境 反而我們不能像 一般私底下演員可以互動那樣子 都把自己關在一個空間裡面 去做一個最好的準備 對 這部電影呢有講到就是說 在愛情裡面每個人都殘酷自製 你知道嗎 那如果你有機會就是對一個人說一句話 那是什麼 謝謝你給我的曾經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不是這真的 這不是假的喔 真的真的很謝謝 謝謝他給我的曾經 因為沒有那些曾經的累積 我覺得不會有現在這麼好的我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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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的 謝謝你 謝謝大家